焦点示范 沿途有光荣 玄学百问的时间 迎光莫照 见到光荣师傅 大家好 和我们的正义 Hello 大家好 师傅其实还有一件事想帮万千少女问一下 是吗? 是的 真的很大压力 万千少女在这个视频真的很大压力 这些少女有很多东西问的 我朋友跟我说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 他说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 男生都一定要AA制 还要连多少毫子都要计算 我想问一下 他问我这些男生 究竟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呢? 我想问八字上面能否看到 怎样看那天是沽不沽寒的呢? 沽不沽寒呢? 一般来说我们看财星 看财星的 如果财星透出天光 这些人花钱可能会大方一点 如果他能够食伤生土财 他能够有能力去赚到钱 那些人会大方一点 我们叫做客 最怕他食伤黄财星不黄 他就是想办法去赚别人的钱 拿别人的钱 一个就是印星 印星是拿别人的东西给自己的 印星是拿别人的东西给自己的 印一定是制食伤的 他的思想行为 只是想着拿别人的东西 自己就不去想想怎么赚钱 因为印制食伤 制了食伤星 那些人就只是帮自己想自己 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算命是中庸之道 如果财星虚浮天光而无根 那些人没有什么理财哲学 找到钱就乱花 那些人 即是我发现财星是没有根 原来 没有根的财星是找些钱是假的 那些人没有什么理财哲学 所以他们是赚不到钱 我们要做 那最好就是藏在地资的财星 财星藏地资会理想一点 但是有一件事 如果你藏在地资的 你的霸字无财那些 那他又不会乱花钱 他会怎样呢 就是说应勢得勢 我们叫做 所以霸字无财那些 就不是说找不到钱 他应勢得勢 这些 他有钱也不想给你知 他天生的 因为他财不老 他免得惹麻烦 财老是惹是非 不老的 我都不想给你知 那么多东西 我藏在那里 所以你被人感觉 他又孤寒些 那些人不会乱花钱 那些人 但是他可能有很多钱 可能他有些钱 所以命女无财 就不会没钱 只不过他收收盖 不让你知 那些人就不会乱花钱 他不乱花钱 就给你感觉就会孤寒 明白 他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那如果看到很大方的那些 是怎样的呢 大方那些 肯花钱的那些 通常都是财星透出天光 通常都是 透出天光 他的食伤性比较美 他觉得自己有能力 赚到钱 钱花了他赚得回 那他就会大方 肯花钱到那些女人身上 那如果他新药 但是财多的话 那些全面都是孤寒呢 财多新药是富屋贫人 所以呢 如果他财多新药的时候 有机会呢 他假扮有钱 哦 即是呢 全街室住很大的 原来他没钱 比他姐姐 他全街很大 啊 不过他姐姐不是他的嘛 是人来的嘛 就是财多新药 都是富屋贫人 哦 他有些事情 你要留意的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是赚到钱的呢 哦 一看就知道了 是啦 是啦 所以呢 就变成了 有些东西装出来 哦 所以呢 整天的书是这么说 日主醉而见朗 其实醉而见朗 意思就是说 通根有力的 就是霸誌里面 要通根有力 那些财人比较真 所以呢 男人来说呢 我们要怎么说呢 如果他财家 财家主享受 财家的日子呢 喝红酒 洗一下钱 因为财主享受 是 那些人就肯享受 就是肯花钱 如果他新药 还要财多 就是又喜欢享受 但是自己又没钱 又没钱 哦 住大屋 没钱洗 家屋不太大 只是姐姐的 他住在里面 哦 那些富屋贫人 但是呢 如果做个女性来说 找到财多新药的男人 有个好处的 是 老婆画事 那些怕妻之障 那些 就是说 我要做大女人的 我要管我老公的 那如果他财多新药的 一定是你画事的 哦 这么好 是啊 一定是你画事的 但是 那些钱是你那里 不是他那里 是你那里 那这个 这个又挺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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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看是 怎样是怕老婆的男人 是 是 财星 财星为妻 是 是 那些 西星有力的 日主 我们的男人的 命 要自己本身药 所以 才多新药 那他就很害怕老婆的 那些天生是怕老婆的 有时尼火 尤其是尼火 生在七八月 才格 才星王那些天生的 是 老婆说了事的 生出来就说了事的 很奇怪的 这些东西 有时候有些 有些命是没得说的 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哦 那少女们 一定要找一些 尼火 尼火的命的 哦 那他听你说的 你就是嫌他没有骨气 哦 是吧 就是 我都说了 一个男人顾家 这些钱 那些钱不用 那些钱不用 你们做女生的 哇 连戏都不看 你很闷 啊 这些 那你又不喜欢的 这些 都是 所以中容之道的 这些 又没有完美的 真的 没有完美的 所以 所以这个天是很公道的 忍行相生相坑 你只有八个字 你 人生是 没有说完美的人生 财星一定是破印的 嗯 那如果这个财星太旺的时候呢 你的命就很容易 我们要怎么说呢 影响了你父母啊 或者你父母感情不好啊 或者你单亲家庭啊 通常是财星一定是破印的 是的 印主妈妈 才主老爸 你破了印的 要是老爸不行 要是妈妈不行 或者父母分离 所以没有说绝对好的 所以有时呢 有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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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到钱 很多钱 但是呢 你听他说 六岁死的老爸 九岁死的老爸 他八字一定是财王 是的 一定是财王 但是他这么早死了老爸 那好不好呢 他真是见仁见智 所以很多少女又说 要有钱的男人 又要帥子 又要专一 又要顾家 其实是不是 不行的 有时这些东西 你这个八字 你这个八字里面来说 你这饭鱼 就那饭药了 我们叫做 是 那你财星 通常呢 古人认为呢 一个财星是煮酒来走去的 你食商生财 你一定要出去赚钱的 你一定要出去赚钱的 我们叫做 他财王的钱 二性缘好的了 哦 那如果刚才好像你说 你那个例子 又要找到 好像又叫帥子 又要什么时候 哇 我心想他出去做事 那么笨 就大把女人拿起来 很财王的钱人 之前都吸引异性的本能 自然我们要做 哦 那你便经常要争 经常要争 这争那样 所以有时 人生好 完美的人生 真的没有完美的 是 所以都是说回头 就是说 你顾家无仆事好 算了 是 每个人陪下吃饭 当你的生活不仇的时候 你后面多个灵 少个灵 你没有影响的时候 对吧 那有什么意思呢 对吧 就是人生有什么好得过 你自己个喜欢的人 坐在一起 吃一下饭 聊一下 多开心呢 其实学八字就是可以认清这个事实 是啊 没太多幻想 没错了 因为它五行双生双克 在六神 十神那里来说 你这些星旺 那些星就自然弱了 自然的 只有八个字 我们叫做 你没有可能 各个字都旺 没有可能的 我们叫做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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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方面 要想通 想通 我相信人生 就会开心很多 美满很多 我会把你说的东西 和那些万千少女 分享给他们的知 是啊 你应该要分享给他们的知 太多幻想了 太多了 因为有时候 很多 90后来 我这里数名 第一件事是 我找不找到一个有钱老公 师傅 是一件事 真是很大 真的 如果找到的话 其实就不用再问了 找到会不会找我 是 是 明白 找不到有时才找我 是 好 明白